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丁的连番围殴下 马丁最终还是被打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赫然发现女儿已经落入歹徒的手中 随后为首之人举枪逼问起违禁品的下落 这让马丁一头雾水 他只是个诚信手法的好公民 根本不知道什么违禁品 但为首歹徒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摘下面罩 将枪口指向卡丽 马丁见状顿时紧张起来 连连解释自己只是一个保安 他们一定是找错了房子 不幸可以看桌子上的水电费账单 等几名歹徒将信将疑的看过账单后 发现自己的确找错了地方 一时间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而马丁则趁机劝几人离开 并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报警 但为首歹徒却不这么认为 既然马丁已经看到他的面容 那就必须要杀人灭口 这番话让马丁明白 软弱屈服无法解决问题 于是他猛地抱起夺过手枪 眨眼间便将三名歹徒逐个击毙 随后抱起女儿轻声安慰 可就在打电话报警时 马丁后脑仍是血流不止 紧接着一股眩晕感猛地袭来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便晕倒在地 次日清晨 马丁从病床上缓缓苏醒 赫然发现自己左手被戴上手铐 根据警探的解释 卡丽已经被送到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而他则被人指控谋杀 这让马丁直觉不可置信 自己明明是自卫反击 怎么会变成了谋杀 不久后 电视上播放起这场入室抢劫的报道 看着屏幕中清晰的照片 马丁一瞬间大惊失色 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危险一定会紧随而至 而事实也正如马丁所料 此刻 大洋彼岸的美国 军火商查尔斯 刚解决了两个上门找茬的客人 副手便拿着手机走了过来 屏幕中播放的正是马丁的新闻 查尔斯心中的怒火瞬间燃起 似乎他与马丁之间有着极深的仇怨 于是他联系上杀手避舍 宁可付出双倍的价格 也要让其尽快将马丁解决 接着查尔斯又告诉他一条关键信息 马丁并非一个普通的保安 他曾是一名王牌特工 不过发现马丁踪迹的并非只有查尔斯 马丁的老友阿雷很快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两小时后抵达伦敦 到时就能把他救出去 但眼下危险逐渐逼近 女儿也不在自己身旁 马丁连一分钟都不想多等 在向护士要来执笔 记下阿雷的电话后 他故意将笔弄掉 随后暗中拿走回心针 等二人离开房间 马丁利用回心针打开手铐 抄起盘子 将赶来的警员打轰过去 接着换上一身衣服向外逃去 但很快 其余警员便发现了异常 他们一前一后将马丁堵在走廊 无奈之下 马丁只好再度出手 干脆利落地将二人打倒在地 随后从楼梯逃出医院 此刻警探已经得知马丁逃跑 急忙来到儿童服务站转移卡丽 这让善良的护工史黛西心生同情 决定陪着可怜的卡丽一同离开 不久后 马丁找到服务站 他假期警探的身份企图骗过门卫 却不料门卫十分尽职 坚持要看清楚他的证件 这让马丁别无选择 只好送给他婴儿般的睡眠 随后他来到三楼 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 站长清除卡丽的去向 然而此刻毕舍已经先一步赶来 解决站长并开始入侵服务站的内部系统 他谎称自己就是站长 不过马丁已经注意到桌子上的破解器 更是通过镜子看到毕舍藏起来的手枪 瞬间便清楚对方不是好人 于是一步步向后退去 这副模样让毕舍明白自己已经被识破 左性撕破伪装猛然开枪 二人随即在走廊展开追逐 混乱中 毕舍将工作人员击毙 可转过弯却看到一个分叉路口 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去 同时不断开口出言挑衅 但毕舍却不知道 此时马丁已经返回办公室 并从电脑上找到卡丽被带去的地方 在用纸笔记下后 他将破解器狠狠砸碎 接着快步从楼梯逃出服务站 等毕舍追出大楼 马丁已经坐上迪士扬长而去 不过毕舍很快便想到对策 他利用警局内部网络 找到迪士司机的信息 接着谎称警察拨通了电话 告诉他马丁是一名在逃嫌犯 在得知二人所在的位置后 毕舍命令司机去最近的加油站等待 并嘱咐他不要引起马丁的怀疑 挂断电话 司机便开始了自己生硬的表演 随后提起需要去加油站加油 但马丁却注意到汽车并不缺油 心中随即便意识到了不对 等来到加油站 司机找个借口陶冶式地离开汽车 留下满脸狐疑的马丁 不久后毕舍追了过来 可等他举枪上前 却发现车内空无一人 查过监控才明白 马丁已经攀上一旁的工程车悄悄溜走 毕舍见状紧往驾车追赶 很快便发现了工程车 同时马丁也注意到他 于是果断跳车朝一旁的建筑跑去 一路狂奔冲进了观光缆车 等毕舍赶来 缆车已经缓缓离开 然而他的手段却层出不穷 直接举起一卷钞票 告诉缆车里的其他人 打倒马丁就能得到一万块钱 听到这话 马丁面前的两个混混开始蠢蠢欲动 那可是一万块 而且面前这个男人 看起来也不是能大的模样 于是两名混混气势汹汹地站起身来 势必要将一万块塞入囊中 见此情景 马丁只好先下手为强 一记正灯踹倒一人后 与另一人扭打起来 三人在狭窄的缆车中打得不可开交 毕竟曾是顶尖特工 马丁尽管以一敌二仍稳站上风 很快便将两名混混打倒在地 随后他接来一旁吓傻路人的手机 告诉阿雷自己所在的位置 在等时马丁正在被人追杀后 阿雷也顾不得交通规则 一脚油门朝着缆车终点站火速冲去 然而毕蛇却先一步抵达 看到马丁出现 他举起武器连连开枪 索性阿雷及时赶到 枪林大雨中 马丁大步狂奔 一溜烟钻进了车里 留下满脸懊恼的毕蛇 目送二人离去 路上马丁发现自己被子弹击中 这让阿雷不由得隐隐担忧 他急忙将此事汇报给上级 而上级也清除马丁与查尔斯的恩怨 在得知卡丽被带往的地点后 便派人前去将他接走 同时又对英国政府施压 让其撤销对马丁的指控 此刻警探仍在研究线索 局长突然走来告诉他案件取消 这顿时让警探勃然大怒 但命令就是命令 他就算再生气也只能终止调查 然而警探的悲剧还不止于此 就在他气冲冲的准备回家时 失去线索的毕蛇已经赶到警局 经过一番逼问 他从警探口中得知了卡丽所在的位置 最后又用警用系统找到阿雷的汽车 尚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锁定 此时马丁与阿雷来到安全屋 上级告诉他们 毕蛇曾是钟情六处的特工 过去时间间在黑市打出名号 如今已经成为全欧洲最可怕的杀手 是所有人都不愿见到的存在 这个消息让二人心中意紧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马丁的伤口 于是在挂断电话后 阿雷为他取出子弹 小心爆炸 做完这些 二人决定动身前去寻找卡丽 可他们一离开 正对上走出电梯的毕蛇 见此情景 毕蛇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二人扣动扳机 密集的火力让马丁无法抬头 唯有阿雷不时举枪反击 可他也明白 自己坚持不了太久 于是趁毕蛇更换子弹时 将防门钥匙丢给马丁 随后二人迅速躲回屋内 并从卧室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武器 装上弹药对着防门严正以待 此刻毕蛇已经来到门前 他发现整扇门都是由钢板制成 就算用炸弹也无法炸开 于是便心生一计 隔着门板与马丁展开对话 告诉他 现在查尔斯已经来到伦敦 准备去接自己的外孙女 这句话让马丁心中大惊 同时也揭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疤 原来马丁曾是卧底特工 他混入查尔斯的组织并取得信任 更是在此期间 与查尔斯的女儿相爱生下了卡丽 经过五年的卧底生涯 马丁成功捣毁整个犯罪集团 却让查尔斯侥幸逃生 满心怨恨的他 暗中在马丁车里装上炸弹 然而因为情报出错 意外炸死了自己最爱的女儿 这件事成为二人心中永远的痛 不久后 马丁便改名换姓 带着卡丽来到伦敦生活 但查尔斯仍没放弃对他的追杀 身为月婿的二人 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所以马丁对查尔斯的到来 唯有愤怒 就在二人全身贯注的瞄准房门时 忽然听到隔壁传来声响 紧接着 面前墙壁猛地炸开 原来这才是毕舍的真正目的 他端起步枪 朝屋内疯狂扫射 混乱中 马丁二人互相配合 将毕舍击退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毕舍突然冲出一枪命中阿雷 眼看好友身受重伤 马丁急忙扛着他逃出大楼 发动汽车 朝最近的医院赶去 路上马丁不断和阿雷聊天 企图让他不要失去意识 但这些显然已是徒劳 阿雷的衬衣早已被鲜血浸透 气息也越来越微弱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在劝告马丁去救回卡丽 眼看好友在身边失去生命 马丁一时间悲痛欲绝 这时他注意到车上的GPS不断闪烁 心中随即便有了计划 不久后 毕舍驾车追来 却只看到阿雷的尸体 瞬间明白马丁又一次逃走了 然而就在他回到车内时 躲在后座的马丁突然现身 举起手枪将其挟持 尽管一开始有些慌张 不过毕舍很快便冷静下来 他明白至少目前马丁不会开枪 正如毕舍想的那样 马丁的确有着自识的计划 二人来到一处偏僻的码头 他将毕舍双手绑在一起 拿出电话 命其将查尔斯骗到此处 马丁准备在这里解决二人的恩怨 但他却不知道 狡诈的毕舍悄悄从手套中取出利刃 一边说话通言时间 一边暗中割断绳索 随后他更是提起 查尔斯眼下正在前往卡丽藏身处的路上 这番话让马丁大惊失色 但此时毕舍已经挣脱束缚 猛然偷袭 将马丁紧握的手枪打落 随后便与他展开贴身肉搏 尽管马丁伸手矫健 可面对身强力壮的毕舍 他的攻势显得有些不疼不扬 就算是那起招牌腾空旋风踢 也只是让其后退一步 但毕舍的拳脚却让马丁有些难以招架 内部硬扛两拳后被狠狠砸在地上 眼看自己落入下风 马丁再度使出自己隐隐为傲的腿法 一记转身侧踢后 紧接着便是腾空剪刀腿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制服毕舍 高强度的战斗逐渐令马丁体力不支 被毕舍向玩具般肆意蹂躏 随后他扯过一旁的铁链 准备彻底解决马丁 同时还不忘提起卡丽趁机嘲讽 这番话让马丁丧失理智 他寒怒两种挣脱束缚 一个后空翻将毕舍踹进水中 但此刻马丁已经顾不得确认他的死活 急忙发动汽车朝女儿所在的位置赶去 同时查尔斯等人也在行驶的路上 在此期间他拿出照片 怀念起曾经和女儿幸福的生活 片刻后毕舍也回到岸上 他拖着湿漉漉的身体 抢来一辆路人的汽车迅速上路 一时间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争相赶去 而位于漩涡中心的农场 此刻也不平静 阿雷上级派来的特工终于赶到 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后 史黛西叫醒熟睡的卡丽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接此情景 特工便要把车开来 可他们刚一走出房门 便被已经抵达的查尔斯举枪射杀 随后查尔斯二人走进房屋 他让副手解决碍事的史黛西 自己则来到卡丽的房间 看着多年未见的外孙女 查尔斯心中不由得五味杂陈 急忙拿出照片表明身份 看到他与自己母亲的合影 卡丽也明白了面前的老人 就是自己的外祖父 于是便同意和他一起离开 但就在二人下楼时 屋外突然传来枪声 查尔斯明白马丁已经追来 为了不伤害的卡丽 三人便来到客厅稍加等待 而事实正如查尔斯所料 赶来的马丁先用线弹枪 轰飞一个落单的手下 随后边打边退 借助掩体将剩余二人解决 可就在他前往房屋时 阴魂不散的闭舍突然冲了出来 一番拳脚后 直接将马丁踹进骨仓 清楚对方的实力 这次马丁不敢有丝毫大意 试探几招后便使出绝技 腾空飞踢 可这非但没能将闭舍击败 反而打出了他的真火 紧接着便回敬了相同的招数 二人随即陷入苦战 即便马丁做成三角角 也被力大无比的毕舍轻松破解 看着倒在地上的马丁 毕舍随手拿起一旁的铁稿 准备彻底结束他的性命 却在交手中将铁稿插入母堆里 于是毕舍放弃武器 再度徒手肉搏 但这却给了马丁绝佳的机会 他再度腾空 使出招牌旋风踢 狠狠将毕舍踢到铁稿上 终于解决了这个难缠的对手 做完这一切 伤痕累累的马丁小心翼翼地走进房屋 见他出现 查尔斯的副手急忙举一枪对峙 而查尔斯也起身 命气丢掉武器 看着女儿惊恐的双眼 马丁只好将武器丢到一旁 但查尔斯却没打算放过他 举起手枪便要扣动扳机 千军一发之际 马丁从背后抽出利刃 奋力甩出 随后迅速扑倒 借助沙发的掩护捡起手枪 用最后一颗子弹解决了副手 而他刚才甩出的利刃 也正中查尔斯的胸口 这场面让卡丽不知所措 惊恐之下急忙躲进父亲的怀抱 但那利刃却没直接夺取查尔斯的性命 他生生将其拔出 接着举起武器就要为女儿报仇 可看着卡丽惊恐的面容 听着他诚恳的哀求 查尔斯最终还是无法扣动扳机 直到他的右手缓缓垂下 彻底失去了性命 一切尘埃落定 马丁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 现在他们已经彻底安全 不用继续东躲西藏 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 《毁灭者》是上映于2016年的动作电影 作为又一部阿基斯主演的电影 本篇打戏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 剧情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预算也是一如既往的不足 不过对于喜欢动作片的观众来说 只要有阿基斯这块金字招牌在 那他主演的电影就仍是值得一看 而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篇的话 探长认为剧情两星半 动作四颗星 角色两星半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今天的影片怎么样呢 精彩请打一 一般请打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越南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